他师出名门正牌 在武学上既有天赋 却成了黑道社团十四K的双花红棍 他曾踏足欧洲 帮十四K荷兰教父义中巩固势力 在当地开设武馆 打得当地蛊惑仔门心惊歹寒 在见识到江湖的险恶后 他开始专注于传统武道的传承 在柔道和跆拳道等外国功夫兴起的时候 传统武术日渐是微 他在国际舞台上一分钟打出了238拳 又打出了280磅的寸进 创下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为国争光 他就是出身红佛派的十四K闪电手 红锦培 红锦培生于1945年 自幼的个子长得又小又瘦 由于家里经济拮据 他早早地外出打工为父母分担 他的住处附近有家名为武馆 里头的师傅专门教洪佛权 红锦培经常在武馆门口看得如痴如醉 对于武道很是痴迷 在他攒够了武馆的学费后 立马带着钱来拜师 从此成为洪佛权弟子的一员 红佛权作为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然是有他独特的地方 红锦培所在的浙家武馆 是在1921年创立的 创立浙家武馆的人不简单 他是红佛派第六代传人 白毛赵 红赵成 红赵成曾在佛山的武林擂台上 连打三场 并且三场全胜 这让他声名远播 红佛权法也跟着明早一时 后来红赵成带着三个儿子 前往香港开一箱拓土 儿子红耀宗得到他的一波传承 成为了红佛派第七代掌门人 也就是红锦培所在的 这家武馆的馆主 红锦培不仅是个武痴 更是一个练武奇才 天天沉浸在武馆里打拳 比起别人 他精进的速度快了不少 事工红赵成那时候 已经退居二线 不过见到红锦培是个好苗子 有空的时候也会指点一二 随着时间的流逝 红锦培对红佛权三十八式拳法 那是滚瓜烂熟 以红拳为首 以佛拳为功 腿上腰马合一 掌上以快击缓 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皆算是当事顶尖的行列 1973年 红锦培到旺角 开设一所红佛拳武馆 这年他28岁 那时候武馆可不是随便开的 手头要有真功夫才开得了 因为刚开业的时候 往往会有其他武馆的人上门踢馆 类似在考验新开武馆的这位师傅 是否有能力教导弟子 但红锦培身为顶级舞蹈高手 三两下就把这些前来挑战的家伙 打得落花流水 自此武功高强的红锦培在本地人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 香港黑道江湖还是以打打杀杀为主 谁的马仔多拳头硬 谁的地盘就大 也因此不少黑道社团都会把马仔 送到武馆里练拳提升战斗力 因此黑道社团与不少武馆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红锦培在旺角混得风生水起 旺角有不少马仔拜他为师 在他这里学权 由于红锦培教得好 引得旺角之虎登门造访 旺角之虎说的是14K的超级大佬 罗子天 当年14K能在旺角站稳脚跟 便是因为罗子天 他是14K派卢分会创始人 卢兆运最得意的弟子 后来卢兆运退隐 罗子天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一波 他与14K创始元老屈文 一同被誉为双子星 14K的荷兰教父义中 是他的结拜兄弟 罪恶大佬华喜 黑白无常等叱咤江湖的人物 皆出自他的门下 他的女儿还嫁给了 和胜和的座馆 崩嘴崩 也就是说 罗子天在江湖上 是极有地位的一个大佬 罗子天对红锦培的身手 很是惊叹 一心想把他招入车团 壮大自己的实力 而对于洪锦培而言 他虽然功夫够硬 但开武馆的 难免会遇到一些江湖纠纷 能有一个强大的靠山 不仅能免去很多麻烦 对自己的发展 还很有帮助 于是洪锦培加入14K社团 败在了罗子天的门下 靠着一身本事 很快就成为社团的双花红棍 荷兰教父义中 曾经是江湖上最顶尖的高手 他的洪拳跟蛇雕手一针画镜 他与罗子天又是结拜兄弟 作为武术高手 寄养之时 自然是经常到武馆 与洪锦培比武切磋 也不知道是不是洪锦培 让着义中 两人的实力其无相当 并且在长期的义武会友之中 两人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同年 义中与和和图社团的大佬有纠纷 义中手持40米大砍刀 追着和和图的大佬砍 那大佬走投无路之下 从楼上一跃而下 坠楼身亡 义中被通缉后 只能逃往荷兰 投靠当地的14K大佬霍奇林 义中仗着自己高强的武艺 将那些海外黑道 打得落花流水 逼得对方走投无路 一时间14K在海外崛起 但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 霍奇林被人偷袭身亡 少了主心骨 义中主持起大局 也有点吃力 1975年 在罗子天的强烈建议下 14K社团高层 让洪锦培 借着到海外开武馆的幌子 来到荷兰支援义中 武馆开张的那一天 义中和当地社团大佬陈元某 前来道贺 不过陈元某却不认为 义中推崇的洪锦培 武功有多强 因为在他眼里 洪锦培个子不高 看着也不是很强壮 除了义中一行人之外 还有几个不请自来的客人 那就是当地的另一个社团 阿公党 阿公党与当地14K社团 试成水火 这次洪锦培的武馆开业 自然是要上门杀一杀 14K的锐进 那阿公党的头目身后 还跟着几个洋人马仔 这些人里头有黑皮肤的 也有白皮肤的 不过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身材魁梧 身高都在一米九以上 面对这些高人的挑战 洪锦培的身高不足一米七 但他并没有退错 并且还是独自一人面对 在陈元某眼里 洪锦培那肯定少输了 不过很快 洪锦培就让他见识了 什么叫做以貌取人 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以快打快的洪佛拳 在洪锦培手里 印证了这个道理 只见洪锦培灵活地 在这帮洋人马仔之间穿梭 脚步快若奔雷 龙 蛇 虎 豹 鹤等五星拳 在他的双手之中不断切换 时不时又来一记佛拳 招招制敌 打得阿公党这些马仔 个个倒地不起 洪锦培的洪佛拳 不仅吓退了阿公党 还让陈元某惊叹咱们 中国传统武术的厉害 当天的宴席上 陈元某连连举杯 一方面是敬佩洪锦培高深的武功 另一方面 则是为自己刚才的不以为然 表示歉意 第二年 沉寂一年的阿公党 再度对14K社团发动攻势 陈元某惨遭伏击身亡 一中则被捕入狱 眼看江湖如此险恶 14K社团没了主心骨 洪锦培也跟着退隐江湖 收掉武馆返回故乡 此后最心于武学之道 不再参与江湖之事 回到香港后 洪锦培的师傅洪耀宗 创立了洪佛派国术总会 跟随时代潮流 洪耀宗由洪佛派的掌门 改称为会长 洪锦培作为第八代传人 则担任永远监督 80年代 随着跆拳道和柔道等 外国武术的兴起 传统的武学逐渐没落 为此洪锦培挺身而出 在国外的一些电视节目中 大放异彩 面对着镜头 洪锦培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打出238拳 最后又以寸进发力 打出280磅的力量 这两个项目 直接创造了世界记录 并且被载入 历史世界记录里面 洪锦培一出手 就带着中华武术 在东洋武林中扬名立万 并且还赢得了 闪电手的美名 自那以后 来找洪锦培求教的人 不计其数 不光是本地人 有些海外学徒 都不远千里地 慕名而来 多年后 洪锦培门下弟子 遍及世界各地 不少弟子学有所成之后 带着洪佛拳 到自己的家乡 开枝散叶 至今 在海内外 学习洪佛拳法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10万人 2005年 有个租客 欠了洪锦培房租 洪锦培上门找他要钱 结果对方无理取闹 洪锦培气不过 一拳就被对方打趴下 对方被打趴下后 立马又站了起来 从口袋里 逃出8848 拨打了110 有意思的是 洪锦培见对方 被他打倒在地 还能站起来 就觉得这人 皮糙肉厚 很适合学武 于是洪锦培就提出私了 让对方放下手机 只说他50块拜师费 就免费交他练武 对方欣然答应 2018年 洪锦培已经73岁 不过他依然精神绝朔 在黄飞鸿 160周年纪念日 上台打了一套 红佛拳 以此来致敬黄飞鸿 年纪这么大的他 在台上打出的拳法 依然力道十足 赢得在场 众多观众的贺彩 2020年 洪锦培受邀出席 香港世界拳坛 邀请赛的开幕式 他再次上台 手中的洪佛拳 依旧呼呼声风 他仍是昔日的闪电手 这点可以看出 洪锦培虽然年过七旬 但手中的拳法 依然没有放下 依然在弘扬传统武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